五星期見報帶來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楊世光 今天國際上金融市場持續的一個大漲跟走高 那我們把這個焦點要特別注意到 有關於大陸市場的商品 因為最近我們看到 全球的高收益資產一一被買光了 所以現在大家把這個焦點 開始往相關大中華區的資產來進行轉移 最近我們特別看到香港股市 特別是香港的恆生的一些H股 出現了明顯的飆升 包括像什麼吉利汽車 長城汽車 都在今年以來漲幅超過一倍 甚至從7月24號脫歐以來 英國脫歐以來 香港的地產股出現爆炸性的噴出 這些地產股包括了新鴻基 長江實業 橫基地產 九龍艙 甚至連香港地鐵的價格 都在過去這一個半月不到的時間 漲幅超過兩成之多 從香港的地產股的大漲 跟香港房地產的蕭條 這個背離我們要怎麼做解讀 我們差不多做一個觀察跟掌握 另外我們要觀察一個重要事情 就在前天 泰國政府正式宣布 泰國漫古道清邁的高鐵 由新幹線得標 日本新幹線正式擊敗中國的工程方 得到了泰國高鐵的標案 可是這個細節藏在魔鬼之中 安倍的三支箭竟然射到泰國去 這一次整個泰國高鐵的得標 基本上最大的贏家是泰國政府 最大的輸家好像不是中國中車 最大的輸家可能是日本新幹線 為什麼這樣講 我們要從造價來說明 你知道泰國這700公里的高鐵 它平均每公里的造價 只有台灣高鐵的六分之一 也就是用這個報價來台灣再蓋第二條高鐵 只要1000億台幣不到就可以蓋完 為什麼新幹線有那麼低的價格意外 然後得到這支泰國高鐵訂單 它的企圖是什麼 而泰國政府的算盤是什麼 我們今天要做好好的說明 另外我們看一下菲律賓 這個杜特帝總統不得了了 觀眾朋友還有一個慣性 他現在單月份親美 雙月份親中 就是13579月份親美 2468月親中 所以杜特帝初一四五不一樣 逢單月份就有親美的言論 反中的說法 到了雙月份就有反美的言論 親中的說法 所以到底怎麼看菲律賓最近 這個杜特禮對於內政 這個只要是毒販全殺 寧可錯過一萬 不可這個 寧可受漏掉漏殺一萬 但絕對不能有任何一個漏掉 那對於中國有新的動作 派出了前總統羅穆斯 準備做特使 先到香港來摸摸路 來摸摸門 是否試處打開中非之間 目前冷凍的外交關係 怎麼觀察從全球市場大漲 漲到香港地產股 看到泰國高鐵 看到菲律賓最近的動作 我們請到三位來賓 第二位請教是 台大哲學教授 岳女正 岳老師 第二位請教資深財記者 丁萬明 第三位請教我們的分析師 也是我們的財經部落客 坦克爺 我們先看到 坦克爺我們起來看 因為現在有個特別的現象 五七金錢爆 帶你瞭解金錢背後的故事